台湾太鲁阁族自治协会 召开第二次礼监市及工作坊会议 会中颁发协会第一届礼监市当选证书 同时还颁发了荣誉礼事证书 也感谢过去推动太鲁阁族证明的祈老 找回邻居共事 共同来推动太鲁阁自治区 2024年1月28号 台湾太鲁阁族自治协会成立之后 3月12号也召开了第二次礼监市及工坊会议 并且颁发当选证书给第一届礼监市 同时也颁发荣誉礼事包括黄长新 黄慧宝 黄富新 庄村祥 借由2024年推动太鲁阁族证明 部落其劳来协助推动自治 第二次表示过去的努力 先进就要延续拟聚共事实现族群的理想 过去我们族人生活在一个土地上 因为有不同的外来挣钱来到这个土地上之后 我们的这个民族的尊严文化 都在这个外来政权的这个意识形态之下 把我们的文化隐藏在看不见的一个后台 那我们现在呢希望通过自治 找回我们自己的历史跟文化的主体性 唯有自己掌握这样的一个权力 自主权以后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土地上 真正这个土地的当这个土地的主人 这个是我们在推动 接下来证明完了之后 我们希望能够推动自治 来共享这个台湾主流社会的一个建构 平等的生活在这个土地上 回到这个主群主流化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来跟所有的台湾这个民族 大家共享这个土地上的所有的这些文化的资产也好 共享这个土地上的一些 这个应有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需求 跟权力 会当中针对原住民族委员会提供自治一体设定核定表 同步先前对泰鲁格国家公务员管理处林业以及自然保育署花联分署自治示范的想象 重新凝聚这名运动推重者 并且扩大泰鲁格族年轻人参与 去成立各领域泰鲁格族人才资料库 延览自治各个领域人才 为了下一步自治计划 需规划研究人力 包括自治组织以及协商事宜 泰鲁格署及零天三法令命令 才能够进一步进入人文以及自然资源 写上事宜 记得终于休息下午到